為了幫助館來企業求財也方便民眾求職 中華政府基盤集約普蘭會提供各行的集約議會 讓民眾選項 但一定有特辦在六港文創會館 現場來了很多企業和民眾參與 現場是來了很多企業來這裡公開求財 在一後再起 中華政府是在六港統一文創會館基盤 一百萬年集約普蘭會 現場連合館來60件企業求財 提供一千塊的工作機會 包括很多眾市公司 工作一塊上東都玩 我們今天在六港統一文創會館 辦理的是我們今年度的第一場就業博覽會 為了協助我們現內的事業單位 要求財還有我們的民眾需要求職 所以我們今年度規劃了四場次 今天第一場次在六港辦理 接著我們在五月、八月、九月 還有三場次分別在我們的彰化室跟園林辦理 那今天在六港這場次 有六十幾位廠商參加 提供了將近兩千多個職缺 那職種也相當的多 像這次來的有包含我們的高科技產業 有包含我們的製造業、服務業、零售服務業 還有我們的保全業者 那當然他們提供的這將近兩千個職缺 有包含工程師、現場的儲備幹部 那還有我們研發人員 那當然有很多是我們的作業員 那待遇等等方面都還蠻相當的不錯 那在這邊歡迎我們各位鄉親 如果有求職需要可以到我們這邊來參與 那當然除了我們求職、求財、這個媒合之外呢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我們這邊其實提供一些職愛的諮詢 還有我們在求職上的技巧 那當然除了今年度這四場就業博覽會之外 我們勞工處在將話線總共有八個就業服務台 那這八個就業服務台 隨時都有我們的小型徵產或單一廠商徵產 那今年預估大概也會辦理兩百多場次 所以在這邊歡迎有希望找到工作或是轉工作的 或者是說我們需要求財的企業 可以多運用我們彰化縣政府勞工處的相關管道訊息 那當然相關的求財、媒合的訊息 我們會放在我們彰化縣政府勞工處的網站 歡迎大家能夠上網去搜尋 館長表示 除了幫助民眾順利就業以外 未來也會不斷來改善這段的環境 讓這段的國家衛生、安全、以及民生化 那我們彰化縣是全國失業率比例最低的一個縣市之一 那我們現在是一個少子貨的社會 每一年彰化縣都會減少五千的就業的人口 所以現在是市求財 就是市場比較多 那我們希望所有的鄉親都能夠先來就業 不要再待在家裡先就業 然後再慢慢來找工作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減輕我們家庭經濟的一個負擔 那我們知道現在會不斷的來改善所有職場的工作環境 讓我們職場更能夠安全、更能夠衛生、也更能夠人心化 讓大家都能夠有很好的工作的條件以及很好的待遇 那我們也很感謝今天來這裡攝探的所有的廠商 我們也預祝這些廠商能夠找到好的人才 那求職的人也能夠找到好的工作 這次就進了我們 現場是來了很多民眾以及衆商參務 算了來第二張總理萬人記憲 上市相關消息 可以請中華管政府網站查詢 也是百六港出電話尋問 新中華新聞副長親六港 蔡芳報道